这是波球赢的最狼狈一战 甚至很多人都觉得波球是靠黑哨才拿下这场比赛 这是一场泰拳尖腰带争夺战 视频中的中国拳手是国家泰拳队的队长袁兵 这场比赛也是波球在中国为数不多的存在规则 整场比赛袁兵都在以远距离的正能腿 以及竞争后的西装和肘肌发起猛攻 将波球打得狼狈不堪 占据了场面上的优势 但是三局战败裁判却宣布波球获胜 赛后一度爆出泰国裁判长擅自更改结果 各位全民你们觉得这场比赛谁赢了呢 杠劳都在哪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